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你知道是谁出卖了我吗 Rate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意思是以后 我不再给你弄你想要的东西 你从我客户名单上消失了 画面中说着一口 流利中文台词的 外籍演员 正是阔别中国舞台 近四年的大山 年近花甲的他 正在舞台上排练着 由张国立导演的话剧 萧生克的旧熟 这部共由11名外籍演员 用中文演绎的话剧 正在中国多地巡演 大山坦言 进入萧生克的人 语言是最低门槛 个个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胜任话剧表演 这次在萧生克的旧熟里头 我扮演的是 故事的叙事者 Ren 一个比较善良的老囚犯 他还是语言上是本土化了 虽然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几个角色都是美国人 但是毕竟是用中文表演 就要用地道的中文 囚犯大多也是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不能说得太文糟糟的 所以一些邂逅语 俏皮话 什么我们奇律看唱本 走着瞧 所以就是把这样的语言 融进来 又让观众觉得没有违和感 这个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11个演员 来自8个国家的11个演员 他们进剧组的先提条件就是必须是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们进剧组不是来学中文 我们是来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到一个话剧的水平 除了参演话剧 从1989年元旦晚会的首次表演至今 大山拜师学过相声 演过小品 说过脱口秀 也参演过多部电视剧 甚至还被加拿大任命为家中文化大使 他直言 三十多年来自己从杨孝新到开始探索大山4.0 虽然频频跨界 但自己致力于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初心始终没变 大山1.0就是大家最早熟悉的外国留学生杨孝兴 相声头口秀 然后大概是到了97 98年以后 我就认为这个好像走到头了 而且我来的目的并不是成为一个孝新 我是来做中外交流 大山2.0是希望从杨孝新提升到一个文化使者 所以那个时候去做双鱼主持做的比较多 所以就是参加08年的北京奥运会 一直是奔着这个文化使者这么一个目标 然后上海世博会我觉得好像就达到目的了 2010年以后呢 在寻找新的一个阶段 逐渐地摸索出一个大山3.0 就是以新的形式回归喜剧 就是开始讲脱口秀 就是开始做自己的大山砍大山 就是把重点还是放在线下演出 正在寻找下一步的时候 疫情就爆发了 我转到这个诗次朗诵 在家里做一些诗次朗诵 然后等着恢复线下演出 做事情比较杂 但是你看都是中西交流语言艺术现场演出 就是这三个核心吧 我一直坚持我的所谓跨文化 因为我作为一个西方人 我用中文表演本身就是跨文化 我不想就是用英文面向西方观众 那不叫跨文化 所以这个是我坚持的一个原则 我就是中文表演 大山认为 中外文化交流最终是要培养一种国际意识 让大家能够欣赏接受不同的文化 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共性 看到人性中的共性 我们提到这个差异的时候 好多人问我怎么克服差异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克服 就是我们面对文化差异 我们应该去拥抱去欣赏去学习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把差异抹没了 我们是去就是学会怎么去接受和欣赏彼此的差异 是吧 没有差异多没劲呢 现在大山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自己的自媒体栏目 大山读诗词上 探索中国古诗词的国际化表达 从布鲁斯版的《枪禁酒》到爵士版的《蜀道南》 大山将中文诗词朗诵 与西方音乐演奏相融合 礼拜一千年前的一种很国际化的一种精神 他所传达的这个情感或者是他的核心的东西本身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能够体现他的一些国际化 或者是一些人类共性吧 我们下心里面的第一种很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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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